现在我们目前处于整个越港澳大湾区 几何中心的位置中山 北上广州南沿珠海冬至深圳 目前来说中山是位于整个越港澳大湾区 价格的跨地来的 现在政府也做了很多道路的建设 提升内外的交通 后支了1400个亿 其中深中通道重点说一下 后支了400个亿 相向白车 后期30分钟即可到达深圳 保安这边的板块 我们都知道深圳现在的房价是去到了15万到20万 在这个前海南山片区 然而来说最近深圳的一个位置 就是中山这边的东部片区 翠恒新区 火具开发区 这边的均价是去到了1.5万到2.5万到20万 最贵的是卖安岛这个片区 但是如果你入手来说的话 你投资已经饱和在这里 所以我们目前赢家是非常值得首选的 也都是在这边的周边的半价 只需要去到了大概是5万66平方清水楼 就可以即时买一套了 同时的话我们再看中山的发展路程 中山的话是由西往东发展 由沙区 石崎区 东区 到现在的政府重点区 或的东部片区 翠恒新区 那深圳这边的区域 就是由东黄西发展的 由羅湖福田 南山 前海 沿过来的 那如果它开发区的话 它是将会乘至深圳价值外移的桥桃堡 那我们都知道深圳的产业是会比较多 人口都去到上了整两千万的 那现在也都是会非常之多的深圳客户 过到来中山的东部片区去投房 因为的话深圳人买房 比较艰难 在这边买房上车来说的话 都很贵 买一套都要去到差不多上千万的房 或者是去到上二千三千万都有的 那你过到来我们这边买房的话 就会在这边居住 接着在深圳做事的了 那同时的话 火具开发区的话 为什么会这么值得 我们现在目前深圳客 和香港客户去选择呢 因为我们这边的地段来说 是不可复制的 那这个火具开发区 它是成立于1990年 定位为国家技术高生产疫区 目前的话是计湾区的第三个 广州落港开发区有一个 深圳南山科技园有一个 那现在广州呢 2018年的时候呢 放假的时候 是去到1.1万 那现在涨到了4.4万 深圳南山科技园的话 是之前是去到5千多 那现在呢 是升到了十多万的 所以说的话 火具开发区的 潜力无限 就是相当于是 下一个的廣州 落港开发区 和深圳的南山科技园的 无论是自住投资 保值空间的话 和投资升值空间都非常之高 那么政府也是做了很多 这个招商引支 和这个资源倾斜的 在哪一方面可以看出来 其中深中通道 有三个出入口 其中有三个出入口 是会作于在火具开发区 尼村出口 和这个城区博外路出入口 以及这边的一个出入口 第四个是在港口那边的位置 比较远一点点 那么同时来说 火具开发区 它目前有九大基业产地 1.1万家的商家注册 349家外资企业 其中包括卡西奥电子科技 还有佳能 以及第三波六黑电梯 美迪斯电梯 世界二十六强的话 都已经是回聚 在火具开发区 所以它的GTP值的话 已经是在中山连续五年 拿第一 意味着在这个区位 是有高端的人才在那里 第二 它的区位 它的购买力非常之强 第三 就是我们这边来说 就是非常之方便去到深圳 所以说的话 火具开发区的话 是比较值得你们去首选 那么我们火具开发区 为什么要选择向我们赢家 刚刚也有提到 赢家这边目前的价位 只是周边价格的五折 那么好 比如一百平方 周边的话 是要到140万以上 到160万的价位 那么同样一百平方 赢家的话 只需要去到85万到95万 大埋装修的 所以的话 升职 即买职 升职 那么我们这边的交通 来说 也都是四通八达的 我们项目的旁边 有一个公交车站 公交车站 我们后期有一个 心中同城的大巴 那么通过这个大巴 30分钟 即时可以到达 深圳保安这边 那么第二条路线 也都可以通过这个公交车站 乘坐公交车 10分钟 到达城景上方 接着可以搭香港的大巴 回到香港 大概2个小时 加30分钟 那么第三条路线的话 是可以通过这个 港珠城轨 港珠城轨 最近我们的一个站 叫做南郎站 南郎站的话 距离我们的项目 大概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 接着的话 我们25分钟 可以到达珠海港北 接着再乘坐金巴 回到香港 那么第五条路线的话 也都是最方便的一条路线 就是中山港合云码头 那也都是目前中山 唯一一个航目 最近的中山港合云码头 无论你是买去三乡 敬州 或者是福沙 或者是神湾 都要过来这边搭船的 那么我们这边搭船的话 距离我们的航目 是8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么大概是一个小时 加30分钟到达中港城码头 一小时可以到达 深中福岳 黑马亭这边的板块 那所以说的话 我们这边呢 是属于地铁覆盖的物业 那地铁覆盖的物业 那地铁覆盖的物业 来说的话呢 我们 从珠海来说的话 好像近住的珠澳大桥 那个什么彭瑞公园 它都买得很贵的 那我们这边 虽然都是公园 都是属于地铁覆盖的物业 和这个深中通道的隔离 所以说的话呢 是目前来说呢 是在整个片区最好迈的一个板块 公园来说的话 如果你买公园 买市区那些 就有点偏远了 那就要选择地点了 那再看回我们这边的商业 三大商圈 太阳城商圈 东区CVT商圈 和这个阳阳城商圈 那这个太阳城商圈的话呢 里面有木灯 路KFC 木耳马等等 可以满足业主的救贸需求 自身和木自带3500亿 的商业体 那同时呢 我们去到人民医院 大概是5分钟左右 火锅区的三甲区人民医院 那我们这边的地段来说的话呢 所以说有比较好的地段 和近着深中通道的一个漆口 以及鼻涕腹退民意 是比较好推一些的 就是这样了 这个区位 那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这个婆婆 不过来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呢 所在的位置呢 是这个售楼部 这个位置 整个项目的话呢 自身自带3500亿方的商业体 后期呢 是会润进咖啡奶茶 和时多超市 满足平市业主的 衣食住行的基本要求 那整个项目的话呢 占地名积是70毛 2016年的地块 到2056年 商住性质 可以注册公司 民水民电 电费是0.7毫 一度电 水费是2.9.8元 一吨的水费 那还有呢 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一共有1231 如果你费的话呢 福息是4.5元 平层的话呢 是3.8元的这个 物业管理费用的 那目前来说的话呢 我们楼馆呢 已经是从上个月 嗯 加推的时候 加推了3道B座 和7号楼 那现在目前货量的话呢 有66平方还有货量 那74平方的话呢 都还有一套 那总价呢 是在50万起步 毛皮自带阳台 那么呢 福息和平层 平层就是这里 两梯五湖 中间80 两边左右区 是南北对流 118 后边有一湖的话呢 是朝南方向的 108平方 118平方 总价是去到了 90万到95万 85平方的话 是去到了85万到90万的 大硬装的一个装腹 交付标准 整个小区的话呢 有游泳池 儿童游乐场所 和散步的这个地方 嗯 而且这边的话 周边空气会比较好 是贝山的 嗯 什么时候交楼 明年6月 明年6月份 嗯 哦 现在就在小区大门口 那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 已经是准宪楼来的了 因为建好了 现在跟我们的镜头一起 进去看一下我们的示范单位 走去走一下小区 走上去的话呢 这个就可以感受到它的花园了 因为是现成的小区来的 你看一下镜头 应该看得到吧 全部都建好了 对了 无论高层还是15层高的这些幅式 都是建好了的了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花园的绿植都是更好了的 现在卖中的话呢 除了有我们Loft的这个 这个户型之外 还有平层的这些单位的 那其实目前呢 嗯 下一圈小区 感受一下这个环境先 这边呢 其实这个单价是相当便宜的 之前有一些六千多元的单位 现在的话呢 就要去到大概是七千多元左右 就可以买到那个幅式了 簡直是中山另一个棚架大盘 是的 这个说得真是超夸张 我记得这个盘 以前我们拍过的 当时还要一万多元 是 可以看看以前的视频 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这个价位真的是棚架大盘 你看看这个入户的大堂 其实都做得好像豆电吧台 我们先走一走 电高了这个小区 你看看那边是外面的六直 是的 你看到我们跟外面的那些距离 就知道电高了 那些入户大堂也很帥 先走一圈小区 走一走 全部现成整好了 明年的六月份就交楼 即是它就是无坯交 就差一些就浪位 是的公共的地方 还看到有些沙子之类的堆在这里 即是在这些公共的地方 但大致上都差不多了 那边是泳池 是的 那边是泳池 是的 那边还要财高 其实也挺高效的 我们的幅式单位是4米5的层高 即是前面我们这两栋 可以走到两层出来 是 我已經習慣做一大圈 是的 其實小區雖然是一個商業性質的項目 但是跟我們平時居住的小區 好像沒有太大區別 沒有,完全是十足、十足、雅居樂的建築 活動的空間也很大 跟完整的小區是一樣的 你看看 外觀其實也蠻好看的 心中式的設計 這種顏色比較耐體 可以這樣說 Dreaming Hook 這個永恥 海膏 這個像不像我們以前在唐家路易的項目 海膏的永恥 有些小朋友的健身的地方 都寬的 最遠的那處在那邊 是不是很寬呢 是的 都寬的 你看看這邊 其實你這樣看你又不覺得它密度很大 是的 就算它公寓樓有很多 但是密度就不覺得大 我們先去看看公寓的示範單位 你覺得四、五十萬買一間 在這個位置 你覺得值不值嗎 又不是說值不值 去看看需求 我覺得如果是心中通道 它開通了之後 的話 這裡其實真是往返 交通上來說 都是挺方便的 而且火具是 一直以來在中三來說 它的GDP盤行都比較高 發展都比較好一個距離 我們就上這一座去看示範單位 大堂有信箱位置 到時都是這樣 要拍卡才可以進出的 哇 大堂夠氣派 金碧輝王酒店式 像不像呢 那個亞居樂之前 他說東… 我金帝後面那個小區 哇 亞居樂那個盤 它大堂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就在實體樓裡面 這裡是三樓 剛剛這裡是電梯位出來 它是一個15戶的設計來的 可以看到其實兩邊 走廊空間都很闊落的了 然後來看看房間的大小 先來看看這個壺形 它是一個66平方的單位 但是下面這一層 是66平方的上面是全陣送路複式 二樓是全陣送的空間 那麼使用面積去到102方的了 可以做到3加2 哇 又有點誇張 怎麼做的呢 真是好奇 一進來就是我們的這個… 廣告室的廚房 對 廣告室的廚房 然後呢 還有我們的這個衛生間 然後進來看看 可以做一個吊頂的 有一個很高的Loft和中空位 這個吊燈也很厲害 然後再來看看我們這邊就是做飯廳位 其實我覺得把飯廳放在那裏會好一點 是的 哦 它是想著應該在這裏放電視機 哦 這樣坐在這裏放電視機 然後這邊就吃飯之類 但是我覺得把飯廳二位 那裏做一些餐酒櫃 會不會好一點 有道理有道理 然後它是外露台的 笑臉 因為這個比較規整一點 我覺得這裏做廳會舒服一點 看看 三樓 看出去的也挺高的 對面是山來的 空氣好 我們再看看裡面 你可否好奇它是怎樣可以做到三加二 我也想知道 加在哪裏呢 是一間房間 有窗的 有什麼窗的 有窗的 對 有窗的 不過這間就很小 我覺得做雜物房可能會好一點 對 放雜物 不過做個嬰兒房可能會比較小一點 然後這裏還有一些 收留空間 收留空間 我明白了 可能它叫你在這裏又選一間房間 這個廳位再選一間房間 這樣就沒有了餐廳 這裏下面就是兩房 你這裏可以壓縮 如果你需要這麼多房間的話 但我覺得其實它現在這個創意也不錯 不需要這樣壓縮 如果你需要多房間 就是在這裏樓下選多一間 就變成了 樓下就已經有個兩房 但我覺得不用這麼壓縮 留多些活動的空間會好一點 因為你房間都是放張床休息 這裏一個樓梯上來就兩邊開 兩邊開 中間就做了個中空 有個中空會好一點 起碼感覺上不壓抑 空氣都好像流動一點 對 這裡樓上樓下都有我們的衛生間 都是一樣是有名窗 樓上樓下都有 4米5層高進來就不會覺得是比較頂頭 或者不舒服 空間感是OK的 採光也可以 最重要是它們有窗 真的 窗是很重要的 這些小公寓可以做到樓上樓下 又有衛生間又有窗 通風採光 其實都算比較難得 還有總價不高 其實圍下來它單價現在才到7000元左右 這麼便宜 對 50萬左右一間 然後來看看這個樓 走廊櫃也一樣有通風窗 內有乾坤的 你可以去發掘一下 我已經看到了 進入門後我已經看到了 這個位置是一個空窗 哇 這麼大嗎 是啊 我剛才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都挖了一下 因為裡面的空間是很闊的 你裡面做的衣務間很棒 哇 這個真的很闊 你想想好像在裡面打遊戲 或者做過一些圖書格 然後做過衣務間 我覺得都很棒 總價才50萬元左右 你便可以擁有 單價出自投火具 這麼漂亮的公寓 就去哪裡找 好 我們看完公寓之後 阿欣再帶大家感受它的平層單位 來看看我們的平層單位 這個是一個零四護形108平方的三房兩廳兩位 我們這個平層 它不跟剛才的複式是帶裝修交流的 所以單價上會比剛才的毛皮 多了1000多元左右的單價 所以都正常因為帶裝修 現在你們看到的這個108方 其實我覺得它也不錯 一入門是指摸門 空間很大 我覺得它的護形設計不錯 我其實很喜歡它的廚房 L字形的廚房之餘 它這裡有生活露台 你洗衣、晾衣在這些位置 客廳看出去陽台 景觀就會好很多 再來看看我們的廳位 雙露台的一個設計 這一期的裝修 我感覺不像雅居樂傳統空間 對 有些變了樣子 精緻一點、奢華一點 是的 視相 好 我們房間的話 首先衛生間部分有乾濕分離的衛生間 還有我們有我們的主人房的大套間 是一個兩位的設計 三段性 是的 房間的大小的話都中規中矩 這邊可以到時看著那個通道 山景 再來看看我們另一間房 它這個就是動靜分離的一個設計 廳是活動空間 房間就一排過 截散了過度的空間 我覺得它的客房也不錯 挺大的 主人房的話 這裡一入門就是我們的衣櫃 一整排的衣櫃 還有它的衛生間 衛生間不對床蠻好 好 滿分 主人房夠大 夠闊落是不是 可以放到1米8的大床 還可以三邊下床 如果驗那個衣櫃不夠放 這邊還可以再放置我們的衣櫃 然後還有位置放梳瘡桌 這個是108房 我覺得這個護形是相當實用的 這個護形稍微大一點 它是118房的 同樣都是一個三房 這個護形就比較特別了 它是南北對樓的 一入門的位置 這邊有一個窗口 然後這裡是廚房 哇 這邊又有一個通風窗 整個空間 只要入到屋裡面 它全部都是對樓的 這個還有一個露台 是的 它生活露台還要很大 入門的門口也大一點 過度比較舒適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算是比較舒服的護形 南北對樓 你看這個露台不小 可以的這個露台 不錯 可以放一些椅子 或者搖椅在這裡坐 其實我覺得一進來 我很滿意它入戶的位置 有一種入到大平層的感覺 入門鎮住了我 這裡還可以放酒櫃 你看飯廳部分放了一些櫃 都挺大的一個空間 哇 這間房做書房 真的不一定 這麼浪費了 你的辦公區 遊戲機室 OK 就算是做客房 這個空間也夠大 有點浪費了 這間房這麼大 這個就是傳統的衛生間 空間是夠浪費的 對 沒錯 如果那間房做書房 這間房做客房 這間房做客房就稍微浪費了 是的 這間做衣木間 就差不多 你在主人房夠不夠大 還有飄窗桌 還有一間 這邊是衛生間 都不對床 我覺得這間房真的挺好 我們今期介紹這個 位於我們深中通道附近的贏家項目 就介紹到這裡 單價7000多元 就可以擁有一個超高實潤滑的複式 這邊的話 8000多元的單價 就可以擁有以前賣萬多元的單位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